文章来源财富中文网 在特斯拉Tesla粉丝的眼中 沃伦巴菲特俨然就是一头白金 就像亚哈船长Captain Ahab那样 他们望眼欲穿地期盼着这位传奇投资人早日入股特斯拉 与特斯拉的大批小股东一样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Burbishore Hathaway的董事长巴菲特信奉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理念 他的入股意味着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获得终极认可 恰恰相反 这位世界上最精明的投资者并不支持马斯克 而是支持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比亚迪公司 这着实让人恼火 因为这不由的让人质疑被粉丝们奉为神明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究竟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托马斯 爱迪生 5月5日 马斯克再次呼吁奥马哈先知给予他和他的公司 一笔提振信心的投资 现已失败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RCMoto的前非执行董事加利略 拉塞尔发帖敦促巴菲特购买特斯拉股票 马斯克对此深表赞同 他应该持有特斯拉股票 马斯克写道 这样做合情合理 此前这样的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巴菲特一生的挚友和商业伙伴查理 芒格不喜欢马斯克 2023年2月 马斯克发帖称 2008年底 我曾经与芒格共计午餐 他本来能够以2亿美元的估值入股特斯拉 这篇帖子暗示 在接下来的15年里 双方没有进行过进一步的讨论 财富未能联系到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发言人 马克 汉伯格发表置评 2023年11月 即将度过100岁生日的芒格克然离世 从理论上讲 这可能会为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投资特斯拉铺平道路 巴菲特至少比芒格更欣赏这位企业家 但巴菲特也倾向于安安稳稳地投资 诸如苹果 Apple和可口可乐 Coca Cola这类拥有强势品牌的公司 或者像他在雷曼危机最严重时增持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的股票那样 选择在局势最凶险时果断出手 电动汽车的基本面正在恶化 相比之下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难以捉摸 他刚刚解雇了整个超级充电站团队 尽管这项业务一直被视为 无与伦比的战略优势 此外 马斯克正在将运营重心 从汽车销售这一核心业务 转向机器人出租车和机器人技术 基于明年的预期收益计算 特斯拉目前的市盈率高达56倍 这对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 也没有吸引力 除此之外 电动汽车业务的前景也暗淡了许多 特斯拉第一季度的全球销量 不仅与2023年最后三个月相比出现下降 而且比不上去年同期 这意味着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 导致全球经济完全停滞以来 特斯拉销量首次下滑 特斯拉汽车业务 面临严重压力的最新迹象 出现在德国机动车管理局 在5月6日公布 4月新车登记情况的时候 与去年同期相比 特斯拉的销量下降了三分之一 比时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仍然受益于 2023年12月到期的政府康台补贴 今年前四个月 特斯拉在德国的销量暴跌36% 由于特斯拉有大量的成品车库存 目前尚不清楚其柏林工厂的停产 对这一数字有多大影响 这种下降 是市场整体维米的写照 一些人甚至推测 特斯拉在2024年的全年销量将下降 尽管马斯克上个月保证 即使今年的增长率将明显低于去年的38% 特斯拉的销量仍然会增长 虽然巴菲特已善于发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而著称 但其中是否包括特斯拉还有待观察